第四十題 電財行中的抽水馬達有300瓦特 600瓦特 1000瓦特三種規格 關於此三種馬達的敘述下列 何則是正確的 我們曉得功率是花多少時間 做工有多少 所以做工的多少是功率乘以時間 因此要看做工的多少 除了功率之外還要看時間 所以A選項瓦特數越大 所做工必定越多 這是錯的 因為我們的時間不一定誰多誰少 那麼B選項說600瓦特價錢 必定是300瓦特兩倍 這個用生活經驗就知道 這個是錯的 那麼選項C 我們是功率就是花多少時間 照過工有多少 所以如果我的時間是一樣的 那麼功率如果越大做工就會越多 那麼所以300瓦特是其中功率最小的 因為他做工最少 所以他能夠把水操的高度應該會最低 所以C說在相同時間內將100公升的水抽到高處 300瓦特馬達抽的高度最高是錯的 我們曉得功率是做工去除以時間 所以如果我們的做工是一樣的 花的時間越小他的功率就會越大 功率越大所花的時間就會越小 所以選項呢 書說將相同體積的水 吹至相同的高度表示做工一樣 100瓦特所需的時間 叫其他兩者少是對的 所以第40題問我們說 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將相同體積的水抽至相同高度 100瓦特所需的時間 叫其他兩者少